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简单地做 网上有其次做法很详细的解释 比如说就这样还有就收一些南老师他们讲的 过程南华学老师那些基本的做字都讲得很详细 不可以收一下 然后浏览经典 八卦上讲的经典都爱 马上有冷眼镜讲义 还有就是冷眼镜对实证这一块有法文介绍的比较多 就浏览完基本上对佛学我觉得 金刚经法华学冷眼镜三部如果都能够看完的话 你基本上对佛学修正的路上基本上也差不多 就是那条路基本上的明了差不多 如果实修的话我建议浏览这三部去 圆绝经还是还可以加接近 大概其他圆绝经也可以 圆绝经啊 能前进啊 菩提道次第 广路啊 什么这些 还有就是 这些路都可以看 就是因为有些地方你们在那肯定有些人在学 这些都可以设定 菩萨行论啊 这些 要不要吃什么咒啊 还是什么 咒语我建议就是现在派的同行道友们吃的这些咒你们都要找过 恩言咒啊 大悲咒啊 六字大明咒啊 还简单的持受佛佛佛佛佛上的名号这些都要了解 你迟不迟但是都要懂一些啊 基本的这些都要懂 你可以不迟但是文马尼伯明后主都知道吧 还有就是大悲咒你不会 但是你不会念甚至你不会背 不会念也没关系 你知道有个大悲咒啊 是什么 了解一下 打开现在手机 打开手机 打开什么都可以放 是吧 知道说是大悲咒 就是唱出来知道它是大悲咒 唱出来知道它是能言咒 就起码了解到这个程度 平时大家吃的就这几个咒 六字大明咒吃的多一点 乖世音明很好吃的多一点 因为这两个简单好记 大悲咒能言咒太长很多人背不下来 但没关系 但是别人唱的时候你能听出来是在说了言咒 就行了 有时候自己坐在那自己不吃 有时候念一遍也行 不念也行 就打开有人念你就放着去 念佛系里边都有 了解一下 就是如果你一度门网站上的内容了解完 对这些咒语啊 小法们 都简单的都要找一些 都有介绍了 这个佛法里边都有介绍了 比如简单的观呼吸啊 念佛号啊 念舍佛部长名号啊 还有主呼吸修专注的这一块 这些小方法都应该涉猎一下 不知道 因为我们现在比较复杂 现在大家 因为每个法门都不过是 刚开始它不是一个所专修 就是刚开始很散乱的时候 各种法门就像 它就是工具 今天这个法门不起作用 我拿这个来对着 等我们到了一定时候很近很清净了 身口意义很清净的时候 那就学一个法门 专修进去 但那个时候就需要 可能偶然 经常会需要共修 还要继续闭关 还需要一些老师的指导了 特别 因为你从清净开始的话 你专修某个法门的时候 气脉身心都在转化了 有时候自己就可能把握不了了 刚开始都是散乱 坐不住 腿疼 在座外呢 因为我们在家人嘛 在座外就是 时时的绝招身心另外 就是自己 还住在佛的直接上 内外境不影响你 就是修定嘛 修定就是不被内外境 自己身体 不过自己身体酸麻冷脏 痛啊 生气的什么 你说有病我们可以治 但是心不挂 不会很看住 哎呀一下子我吓得恐惧 因为佛说这个是 施打结构也是个梦境嘛 我们在梦境里边 就像梦境里边 有个后面老鼠追 老虎追你 你也跑得飞快 醒来以后说 哼 如果早知道是梦 我回过头我揍他 我看看我能打不过 是不是能跟他 还打过打过他是吧 但是呢 在梦境里边我们很恐惧 我说的不是跟老虎 要不要跟老虎打仗的问题 是在这个世界 我们可以去跑 也可以奔跑怕 有些事我们可以治疗 可以去处理 但是不需要恐惧 不要怕 有佛菩萨了 不是 你不用怕 就是不被内外 心不坏 不被内外境转 就是在日常生活中 培养定理的方 尽量的不必转 刚开始肯定做不到 一次 两次 三次 齐心动念绝躁 保持绝躁 胎生气脉 一犯了绝躁 让他放下来 放下胎生气脉 处理问题更容易处理 带着情绪 带着贪嗔吃慢意 处理什么事也很难处理 处理不了 你带着情绪 一说话 你说对别人也不亲 是吧 你讨厌我才这样跟我说话 我不听 这都是培养定理的方法 佛学就建定会三学嘛 我们在家主要是 你先要写出这个切入 你没有 如果很散乱没有定 你能替佛说实相呢 他说 没有定就像 就像这笔水不停地晃 都是看不清底下的实相 就像底下有杂质水 都看不清楚 所以要定 不散乱 定才能了知 我们本来是佛这个智慧 一大堆散乱 一大堆切一大堆切挂自己迷迷 我觉得怎么这佛 如果佛说我们是佛 怎么活得这么难受呢 一直从梦中醒不来 你才觉得一直在被受控 没事了 坐在这儿 好像挺小佛的 挺自在 一有事就不行了 是吧 就被那个静拽了 就困在那个时空里了 甚至自己挖个地狱 在里边瘸进去 所以佛说 我们自找的 冤枉的自找轮回 冤枉的自己在那受苦 日常生活就这样 还有要为善小而不为 修行人都是这样 为善小而大 不求回报 不求理解 别指望别人理解你 从修行那一天开始 别指望有人真的理解你 但你要理解别人 不能说我也不求理解了 你做啥 随你别吧 我也不管你 不是这样 要有慈悲心肠 就是这样 刚开始修都是这样 因为我们生生世世造的 因为无名造下的恶业很多 万一熟了 万一哪个熟了 都是 就像再提那种红灯 让我们的修行道路 没那么顺畅 这是烦恼 还有 烦恼这些 刚开始 大家都是在烦恼 撒青蹄有趣 而且各种情缘 带来的烦恼 多一点 然后慢慢就是 还有病苦死磨病磨这些 有时候偶然就来了 折磨 就这样修 看一多么网站上的东西 然后修定 尽量让散报成熟 我们生世世世有散的有恶的 那尽量让散的熟这辈子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 你看都中年了才开始修行 那过去几十年的信息痕迹 在身心里边都留下了 都刚开始修行都在 杂乱是肯定是避免不了 散乱杂乱 不停的又被牵引到 这个事物里边 这个是肯定的 就不断的绝招 不断的绝招 一天一天就进步了 最起码心得恶也不再造了吧 就是 止恶修善嘛 就是这样 这个世界很多人也在做善行 但是他不止恶 但学了佛以后呢 佛弟子都会止恶 修善 他说善报就熟了嘛 就反正我就 从今天开始 我 我做的善报也就是以前做过的那些了 从今天开始我不再做了 尽量的 他这次卖颜 因为是期欲望还有嘛 到他出现的时候 我就叫这个他 叫这个他天下 不跟着拍员 这次卖颜色 这次卖颜色 是 这次卖颜色 这次卖颜色